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報》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講講 這個關於疫情的事情 其實歐洲的知名外交網站 他就說 其實很嚴重的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但是對比一下 中國的抗疫成功 令到西方的真相 就是什麼呢 就是西方好像被變相那樣激化了 可以這樣說 中國抗疫疫情的成功 令到西方雙迎見絕 為什麼呢 因為 有對比就有得看到 其實 這個知名的外交網站就是來自歐洲的 現代外交 他們就刊登了一篇 有知名作家和 叫做 調言歷史學家 艾力蘇伊斯 的一篇文章 就是說 現在呢 西方 在這次 Omicron到來的時候 和中國對比 好像我們用一個名詞叫小藝人 就是豬 就是做得不好 還有 這篇文章 就通過對比中國和西方國家 在抗疫政策和疫情數據上的差異 令到西方對於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應該好好反省呢 甚至 他們經常說 以前說 中國啊 你看看 那些人 要封、避封、沒有自由、失自由 現在呢 他們甚至 跟著風 就是啦 看看奧地利和荷蘭就知道了 以前就說死都不學中國 其實你最後都要慢慢學 文章開始就說 由蘇伊斯先生 揭露了一件事 就是西方所謂的自由主義 或者新自由主義 這些人士 就 不願意相信中國在壓制疫情上面的成就 他們沒有辦法相信中國 在控制 新冠的 感染率和致命率 以及社會失業率方面 是做得比西方好的 哪怕 中國的 抗疫成就 是 叫做 小小地 有 一個點出來 或者有小小不足 西方就不斷發大 但是他就說 你整體看一看 西方做得好好嗎 那當然不好 好像澳洲那樣你就知道了 我們日前 是澳洲首次 單日是破萬 澳洲很少破萬 這位先生 蘇伊斯先生也說 其實 真是 看數據 根本 中國的抗疫 是比西方 要百倍千倍都不止 西方依然 不斷用媒體 吹噓中國 叫做 無自由失自由 雙心眼淚流 其實 因為意識形態 蒙蔽了很多人的雙眼 或者這麼說 很多人就用意識形態 去令到你不想看到 西方做得不好的地方 而且 他們經常透過媒體 用最極端的手法 是證明 中國是錯的 自己是對的 蘇伊斯先生也說 他 看到一封信 就來自一位 自稱是 自由主義者的朋友的來信 這封信中就說 究竟他們所在的西方國家 對於疫情的數據 是怎樣呢 首先 對於疫情離世的人數 這個人更加相信 是用這個 殯葬承辦人的統計數據 即是 有多少副 某州目 或者多少人 真的通過 這些殯葬的企業 或者組織 的數據他才上來 其實數據就顯示 原來 這個 從 疫情當中離世的人 起碼是正常 離世人的十倍 當然 他亦都說 為何這樣呢 因為西方實在太多疫苗懷疑者 他所在的國家就是 東歐某個國家 這個國家 不開名 他就說 但是經常 就是 走在反共 或者叫反中的最前線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人 亦都調查了 醫院對於 由於疫情離世的人的看法 他就說 得知道 西方各個地方 老實說 好多人 的核酸測試 都不一定是真的 或者 是啊 或者是 只要 有一件事 就是 中國 有一個局部地方有小型的疫情爆發 他們就發到很大 但是 西方很多國家 尤其是我們之前說的羅馬尼亞 他們每日 號稱 那些人數 是每日 眾生的人數 好像是一條村一條村 那樣的人數出來的 但是報得少之又少 數據是經常 被人扭曲 而且 中國不好的事情 他們就大大地報 自己不好的事情 就很小聲地報 或者說 我們很有困難 不過我們已經採取了有效的措施 蘇爾斯先生也說 這些所謂自由主義者 的評價是什麼 就是覺得 我們做得很好 中國沒有數據是真的 不過 他們依然 是有些人 甚至自己都是不接種疫苗 那你說什麼 他們更加說 其實他跟 那個陳時中說的一樣 嘿 內地的核酸 測試你以為是真的嗎 內地的測試劑你以為是真的嗎 是假的 不過這樣 全世界很多 發達國家都在用中國的測試劑 如果那些測試劑是假 或者 數據是假的話 現在已經 全國 變成好像印度那樣 那些數據 蓋不到的 你別傻了 陳時中 是的 當然 蘇爾斯先生也說 是不明白為什麼 西方人是很容易被意識形態所蒙蔽的 不過他可以肯定的是 對比西方 那麼慘的數據 中國的數據 起碼感染率低 致命率也低 而且是驚人的成功 他亦說 中國的新冠檢測項目 本身就是他們 防疫的政策 是令人讚嘆的 大家都相當團結 很可怕 他們一天可以做幾百萬人 檢測 是 老實說 好像我們汪友報料 如果真是做數據的話 他根本不用叫人去排隊 他就立即打個數出來 就可以了 是的 你們西媒都拍到的 都拍到 這麼多人排隊 你們都拍到的 如果他真的要有心做的話 為什麼不直接打個數出來 你說 一場戲這樣搞 老實說 那麼大個大龍褲 大馬上 我直接說個數出來 你既然說是假的 我直接說個數出來 更快 不是的 全部都是真是去做測試的 我們有汪友 之前 這個方川 廣州方川 是做很多很多次測試的 他是不需要那麼麻煩 是幫你讀數的 直接說出來就可以了 我開過記者會 我們做了一百萬一千萬 一千萬二千萬一天 行不行 他這樣說就可以了 不過這樣說 因為中國 不是為了 做場戲給你看 他真是做實事 所以 是全部人都要做測試 如果 按照你邏輯的話 他什麼都要做 他用不需要那麼大 那麼大壇東西去搞 跳拜 派那麼多人去搞 那麼多人排隊 找一些演員找幾個人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當然可以說 那些人都是假的 你這樣說我都沒有辦法 你這樣 但是 連你們西湖都是說 你看他多少人做測試 連你們都說是有做測試 如果沒有做測試 沒有做這些 各樣東西 防疫的東西 已經爆到 不可收拾了 走的人 走的人已經 應該都六七位數字 是的 蘇伊斯先生也都說 如果真是造假的話 你當然可以說他的數據是不可靠 那麼 就算是造假 最差的情況 最多是跟西方一樣 就是證明數字就再差再差 跟你一樣 那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你不可以說自己的 東西很先進 叫做防疫很成功 因為 這些國家的 感染率和致命率 就算 中國 是真是造假 他造假的數字 都是 最差 就是我當你一個最差 因為這個 阿哥也是個大數據專家 最差最差的狀況 當你那些數據都不能相信 即是中國最差的數字 都跟西方一樣 起碼不會讓你先差 疫情 所以他也說 在 抗疫政策上 那些擁有最高感染率和致命率的國家 都是採用了所謂的 自由主義的政策 其實最典型的國家就是英國 即使 其中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曾經嘗試推行一個 他們眼中叫做社會主義更加社會主義的政策 其實這個社會主義政策就是中國 希望大家可以大力測試 但是 公眾 有一件事他就說 公眾對於領導人的不信任 很明顯 中國人對於領導人的信任是多過西方千百倍 是 當然那些黃友說 你不信 政府不信這個國家是民主自由的 如果什麼都是 你不要把一些 不信就代表 有自由 不一定 是吧 他們 因為西方很多民眾就不信他們領導 為什麼 因為連約翰遜自己都不戴口罩 去購物的時候 所以 大家普遍是不遵守相關規定的 數據依然是十分糟糕 那麼 這位蘇伊士先生 亦坦誠 最初他自己對於疫情 是指中國的疫情 那麼低的數字 是抱一個懷疑態度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得出的數據就越來越多 而且是從非 中國官方的數字 得出的數據 以及 中國對於所謂的動態清零 或者叫做寧容忍政策的嚴格程度 他現在已經是不再懷疑中國的數據了 如果中國真的是 搞那麼多大龍鳳的話 那他就全部都解決了 要不需要 特地製造一些疫苗出來 叫你去接種 根本不需要 如果你說什麼都是假的話 他連叫人家接種都不用 我真的接種了 找些人來拍片就可以了 但是 你看到 連你們西方都說 他們大量動員別人去接種 另外一件事 這位 蘇伊斯先生也說 中國在抗擊新冠上出色的表現 令到 美國以及西方一眾國家 顏面 無存 中國除了在 控制新冠的 感染率和致命率方面 是 明顯 優於美國和他的盟友 以及一件事就是 在疫情期間的失業率 一直都是低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例如 好像在2020年1月到2021年11月期間 中國的平均失業率 是4.9%左右 是低於美國的8% 所以 新自由主義者 所謂在 這個低疫情數字和低失業率之間的取捨 他們 就會有一個數 有一個說詞 中國政府說話你怎麼都相信 胡說八道 那你有沒有辦法證明 他的數字是不正確 這些數字 我想問一下你 你有沒有辦法 證明他的數字是不正確 我看到黃台說得很厲害 中國其實已經有 百分之三、四十人 沒有事做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不是暴動嗎 喂 中國百分之 三、四十是多少人 百分之三十 就是 這個 四億二千萬人 哇 四億多人你還說 會不暴動嗎 我想問一下你 你會暴動不了這些新聞嗎 當然他們經常找一兩間工廠 那間工廠 撤走了 一間工廠撤走了 整條產業鏈沒有了 如果是的話 那些 如果是的話 早前歐盟商會 為何跟越南 老廣說 你呀 胡志明市的人再不回去 我們就遷了工廠走了 證明了什麼 中國依然是可以 做工的地方 可以生產到東西的地方 後來真的有些工廠 遷了中國 現實狀況是什麼 就是 在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和他的盟友 對於一些現實 是不敢出聲 一直 保持沉默 所以 他們 依然是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現在這樣 還有 他們 曾經說過好像德國媒體 這個什麼什麼之星 清定政策成本很高 不過 是上個月說的 上個月說的 現在 而且就說現在還搞那麼多封鎖 局部封城 結果上個月說 現在他就不敢說 因為德國 也是局部封城 就是了 說話 也說那些成本誰來賣單 很傷害的 你們應該 好像其他國家那樣 和病都共存 但是 你共共下就搞成這樣 你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 要犧牲 犧牲人民的性命 你們不是 經常說 我們要什麼的 我們是說普世價值的 人人平等的 每個人的命都很重要的 一個也不能少的 但是 你看英國 一個也不能少 連他們科學家都說 該走的人 七八月份都走了 之前 英國 媒體也曝光了 其實英國政府是有一個數 只要沒有達到 那個離世的人數 他們就 不管了 由得他 你喜歡 爆疫就爆疫 不想那麼多 那麼 上個月我最記得 還有一個叫什麼 眾新聞 這個香港 就說 你看看他們 哎呀 雲南邊境城市 好慘 封城封了很久了 是的 其實那裡的居民 是過得艱苦的 封城 個個都艱苦 他也說 這些城市 中國還有千千萬萬個 現在澳地利是不是封了 比利時是不是封了 荷蘭封得更厲害 封到一月 英國就不管了 1月1日之後才搞 真是 搞了假期 搞到新年假 之後 才搞 英國是多少 英國 72小時 超過30萬 另外也有人說 其實中國這樣管制 很糟糕的 每一次 你記住 上個月說 每一次全民檢測 怎可以 你今時今日 尤其是澳洲式 就是人多到七八個小時都排隊 現在就是 每個人都想全民檢測 你不夠這樣的 不夠這樣的能力 去幫人做全民檢測 網友等了幾天 24日之前去檢測 等了三四天 才收到檢測報告 現在 開始 每個人都學中國 每個人都打算檢測 美國英國澳洲三個國家 已經是排隊排幾天 現在是否對於變相承認了中國那支有用 檢測 對不對 所以我最記得 曾經 內地媒體講過 其實這個動態清明 是一種低成本做法 而且中國一直堅持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是嗎 喂 如果是督數的話 那不用關了航空 關了航班 對 照開 對 洗鬼搞的那些 什麼自主 那些什麼 14加7 14加7加7 或者21加7 洗鬼那麼嚴格嗎 就是 我們網友真的隔了一個月 不是說笑 這樣做場戲 這樣做場戲 他成本沒有 他都要調動人 洗鬼 就說就行了 你們都知道那些是有做的 不過你們 在哪裏是第二個地方 轉移了視線 這些就沒有自由 好像英國那樣就有自由 其實 你之前所謂的自由 換來更加大的不自由 所以 其實這個動態清零 是一種低成本做法 人民日報說得沒錯 而且 從衛生經濟學的成本來看 相對於新冠 驗疫後再治療 你想想 現在你這麼多人 糟糕 入院的人成本不更高 你不用用醫護人員去調動 是不是 英國現在調到亂了 人手嚴重不足 叫救命 澳洲也是 所以呢 有些東西 其實 不是應該是互相學習的嗎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是 當然我覺得 我們中國人都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但是 西方經常都是這個叫做教師 師爺 用內地的用語 就叫教師爺 教人家 但是你看一看 好東西是不是應該學習 是 所以這位 知名的 叫做 歷史調言專家 Eric Suzy 其實他講得對 就是剛才想說的 蘇伊斯先生講得對 其實對於 疫情的 叫做控制的差距 你記住 在西方和中國有一定的差距 為什麼 不可以從中國那裏學習先進 我們西方以前不是很擅長學習的嗎 為什麼現在把自己的擅長 丟棄了 當然 因為 他們覺得 這樣的話 意識形態 而且我們不能輸給他 要方方面面跟他競爭 你可以競爭 你做好一點就競爭 頂你 不是叫你鬥爛 你是好不過去 在抗疫方面 事實上 事實上是 其實 老實說 你不斷地 之前笑 中國封城 你封城那麼久 其實已經是等於自打嘴巴 即是你當時 叫做否定 中國的做法 你不斷地學習 現在大量檢測 又是學中國 你以前笑他嘛 說他 嘩 這樣的 叫那麼多人去 那些人 真是 好似的 動物 人家叫你做什麼 現在你不一樣 買到 買到試劑都是不夠用的 是不是 買到試劑都不夠用 排隊排幾個小時 Sidney就算 你做了檢測 你排了七八個小時 就當你 有些三四個小時 初初是七十二小時才得到報告 現在一百個小時才得到 人多 還有他想不到 現在的人是那麼怕 現在其實 這樣說真的 現在就 算是怕了疫情 有一個恐懼 我們經常說的要敬畏之心 很多人都經常用這個詞 敬畏之心 的話 都是好事 起碼你對他重視 不要以前這樣 當然英國就不理了 說句老實話 英國的 尤其是BNO9 他經常嘲笑別人 你看 內地 沒得通關 你看 大灣區多慘 林鄭之下 等你這幫男士 還有你記住 很多男士都罵林鄭 不是男士都是支持林鄭 你該死吧 我看看你1月2日之後怎樣 1月2日之後 約翰遜 不過這樣說 約翰遜也是不理的 其實約翰遜也是 精人 他知道他的國民是什麼皮性 他知道他的國民是不要這個封城的 所以就遲些了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